大运河是哪个皇帝修的? 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、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,是隋朝的隋阳帝修建的。 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,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方便行军和粮草运输,开始命人修建运河,因此将吴王夫差誉为大运河第一敲的开挖者。 之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,为促进水运发展,又开凿了大运河,直至隋朝时期将若干自然河和运河连接起来。 唐宋元明清时期则是在原有的运河基础上开凿和整理,燃清后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战事四起,虽曾几度倡议治理运河,但因战乱而未付诸实施, 直至1953年才开始对大运河实施部分恢复和扩建工作,大运河在南北水调工程中起了重大作用。